第十三號 第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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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一名被叫醒的時候 抬手看了網標 凌晨一點 發生了什麼事? 例一名被帶到技術室 例一名被帶到技術室 例主長 我覺得這件事 必須向你回報 第十三號跟蹤器啟動了 登陸還是我們自己開發的系統 技術室主任報告 呃 什麼意思? 有些事 他是沒有權力知道的 但是他現在負責行動署 所以技術室就必須向他回報 那個跟蹤器 是白鹿拿走的 技術室硬著頭皮 說了出來 為什麼不習慣了? 例一名一聽是白鹿 不由得問 為了防止被黑 這副跟蹤器 只能使用者手動關掉 一直都電池用完自動關機 那麼 他在這裡跟蹤誰? 例一名很生氣地問 嗯 不知道 我們跟他失去了一切聯繫 他現在連我們配備的手機都不用了 所以沒辦法偵測到他在哪裡 那現在呢? 現在可不可以? 現在可以看到跟蹤器在哪裡? 他可能來跟蹤器沒有多遠 技術人員就立即答 定位跟蹤器的位置 行動處的人全體集合 隨時準備出發 例一名立即落命令 白鹿這件事 令到他顏面騷地 不單止是主動出途 而且還去了醫院裡面 見到沒有長龍 現在又在這裡搞這些爛事 簡直令到他出奇地憤怒 令所有人猜不到的是 跟蹤器停在領事館 不到一個街區的地方 咦? 例一名都偶了在這裡 呃 這裡是哪裡來的? 在我們這個位置 前方大約一千米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啊 快點走 去集合 手機上邊的紅點停止了 顯示的位置就在前面的一條街 但是白鹿卻把車停在一個路口的旁邊 並沒有轉進去 而且這個位置離紅點的位置更加遠 但這個位置更加隱蔽 白鹿把手機電池蓋拆下來 隔著路邊的鐵欄 扔了入地下水道 跟著污水都不知道衝去哪 從包裡又拿出了一部手機 莫小魚想看看他的包裡還有什麼 呃 我們不去看看嗎? 這裡不是他們的腦炒? 不用急 有些東西還需要驗證 莫小魚很疑惑 但是既然對方敢說 自己還可以說什麼? 他發現自己完全跟不上白鹿的古點 你永遠不知道去下一步要做什麼 就是這個時候 一陣急煞車的聲音 在沒有多遠的街道上傳過來 就看到幾部車飄移著 轉了入他們剛剛想去的那條窄窄的街道 但是莫小魚看不明白的是 街道響起了槍聲 以及汽車的碰撞聲 看來是交火 白鹿聽到槍聲的時候 腦內一時間短腦 接著就看到街上邊有部車衝了出來 開了去大街上邊 然後後邊的車在那裡追 本身一個不經意的舉動 令到白鹿的身心如在冰鎬 用跟蹤器做測試是他凌機一動的 如果說自己和秦海生租的屋 是為了測試秦海生是死是活 但結果卻令到他失望頭頂 而為了追蹤到黑龍會的老巢 他選擇了使用配法的跟蹤器 但結果卻令到他感覺到最大的危險 而且這個危險遠勝於其他的危險 很明顯 領事館也知道偵測到跟蹤器的啟動 所以那些人才來得那麼快 因為這裡來領事館確實很近 但對方的激烈反應和激烈程度 說明黑龍會的人也得到了情報 那就是中國人來了 所以他們才直接開槍衝出去 危險無處不在 但那一次的風聲 到底是從哪裡偷出去的 令到白鹿覺得危險正在慢慢地靠近 所以在槍戰開始之後 他就靜靜地把車移出 行駛到車水馬籠裡 喂 剛剛搞什麼 沒事 謝謝你 走吧 我送你回醫院 從今之後 你當沒見過我 我也沒有見過你 明白嗎? 我將你知道的一切都忘記了 如果你這樣說出去 一定會招來殺身之禍 那你呢? 我還有些事要做 很感謝你的幫忙 莫小魚沒有再說什麼 自己對白鹿來說 只不過是一個過客 匆匆的過客 不停 汽車在醫院的門口停下 莫小魚下車 白鹿一分鐘都沒有停 將車門關上 瞬間就開走了 莫小魚靜靜地走進了病房 想不到基爾卿和蘇菲 居然都躺在病床上 就好像一對病帝連 互相爭其鬥厭絕盛開 莫小魚坐在病房的一個角落地上 盤腿而坐 呼吸著醫院的氣息 但是漸漸進入了街景 他發現自己現在的氣力 可以撐得更加久了 不再是那麼容易累 這個可能和自己練習的套立之法有關 漸漸 他的精神進入了一個空靈的世界 但就在他享受著美好的陽光和空氣的時候 一個人被一槍動穿了腦袋 善血瞬間就把世界染紅了 呼吸 莫小魚覺得自己受到驚嚇 想轉身逃走的時候 他被一個人出力拖著 他以為是被自己打死的那個人 但卻聽見一把溫柔的聲音 你做什麼?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莫小魚轉身一看 咦?原來是白綠? 莫小魚的眼睛一點煞氣都沒有 現在看起來 白綠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雖然少了一些女人味 但是探集著男人味的女人 不是更加有味道嗎? 白綠你去哪裡? 我都找不到你 剛剛嚇死我了 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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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小魚覺得有人在這裡打自己的臉 慢慢醒來 白綠不見了 看到的卻是機可輕的臉 莫小魚張大眼 咦?沒錯 是機可輕 但是感覺到自己的臉 輕盈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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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為什麼是你? 我是在哪裡? 莫小魚確實是有點懵著懵著 但看到蘇菲也都在這裡 漸漸恢復了記憶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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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打了我? 莫小魚掩著臉問 打你? 那就算香手了 你說這一天一夜都去了哪裡做了些什麼 還有你說過我知道哪個白綠 喏 你也說清楚 你若然說不清楚 你就在這裡坐著 不准起床 機可輕搬了張椅 坐在莫小魚的前面 監督著他 嘖 嘖 嘖 你…你的病好了 都可以擔當了 你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你也說了 去了哪裡? 知不知道 我是擔心你的 哦 知道 那你去了哪裡? 這個… 呃 莫小魚看了看肌肉輕 又看了看蘇菲 這件事還真是不要說 一個老老實實的黑車司機 發望都想不到 好了好了 妹妹 既然她都不肯說 你又何苦要逼她呢? 起床先 坐在地上 容易凍傷 蘇菲一路說 就要去拉莫小魚了 好人又被她做了 但無奈 這裡是醫院裡面 自己還可以怎樣? 既我輕已經沒什麼事了 徵求了醫院的同意 就出了院 但是莫小魚很累 就沒有再陪著她們回去睡覺 莫小魚這一天一夜 經歷的事太多了 變化太快 連她自己也有點難以消化 所以雖然是在這裡睡覺 但一點都不輕鬆 經常都在這裡發惡夢 不是白鹿 就是那個被自己射殺的人來找自己 又過了一天 莫小魚再也沒辦法忍受了 隨著蘇菲被自己和機好兄訂了機票 要馬上回國 因為無意間知道了一些事 所以蘇菲對莫小魚滿足一切的要求 而且在回程的機票上面 亦都很慷慨 被她和機好兄訂了頭等倉 這樣就不算了 就在莫小魚休息的這幾天 都是蘇菲在陪著機好兄在外面瘋狂地購物 錢全部都是蘇菲銀的 沒有花過莫小魚和機好兄一分錢 蘇菲這個人呢 都還可以啊 坐在頭等倉的大堂椅上面 機好兄對身邊的莫小魚說 蛤 如果不是那些小恩小惠呢 定理的肺 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這些 開始我是不想花她的錢 但後來她說 她欠你一個人情 花再多的錢都無所謂 喂 你和她究竟還有些什麼我不知道呢 人情? 她說的是那件古董啊 不清楚啊 你們做了什麼事啊 我又怎麼知道啊 對了 現在都沒有別人在這裡 你告訴我吧 白鹿究竟是誰來的? 哎呀 莫小魚嚇了一跳 起來看了看周圍 幸好今天的頭等倉 只有他們兩個 莫小魚壓下聲說了 喂 以後千萬不要再提這個人 我有大麻煩的 這幾天我發惡夢都看到這個人 發覺唐人街最大的黑社會頭啊 什麼? 男的還是女的? 男的 白鹿 就是寒露祖白鹿池的那個白鹿 節氣白鹿 據說他是白鹿那天生的 莫小魚在那裡亂說 真還是流啊 你不是水我啊 既我輕吾信 因為他發現現在莫小魚的口 根本就不會老實說話 那些謊話張口就來 都不用打草稿 所以對他的話 信三分就不錯了 吾信啊 下次來巴黎 我帶你去見他 他如果看對你 我就保護不到你啊 蛤 你這傢伙啊 這麼沒良心的 這些說話都說得出來啊 連自己的女人都保護不到的話 你還是男人來的 機賀兄伸手 打了一下莫小魚 唉 你還真是說對了 我現在還真是保護不到你啊 不是的話 你也不至於不敢回唐州了 莫小魚有點暗言地說啊 一提起這件事 既我輕就好動悶了 自己一個好地地的主持人 都沒有辦法早 找誰說道理啊 唉 早有一天 這些人必須要付出代價 現在有些人有了些錢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好像可以不把任何的人放在眼裡 但是他們只看到那些鳥生的時候 就沒有看到那些鳥是怎麼死的 什麼鳥仔啊 什麼意思呢 機賀兄是過來人 怎麼會不知道男人說裡面的鳥是什麼意思呢 不由自主地向著莫小魚的下面望了過去 我以為是男人的鳥 但是莫小魚卻說 對他們這些人來說 他們就是高貴的鳥 我們這些人都是流藝 鳥就是靠著吃流藝生存的 我們的財富都會慢慢集中在他們的手裡 但是鳥死了呢 劉藝就可以吃鳥了 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人了 無應責總有一天他會付出代價 莫小魚喝了淡酒 慢慢地睡著了 看著這個男人不算帥子 但又很耐看的面 機賀兄一時之間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而且因為自己的事 去被無應責的人綁架 僥倖地逃走 但又沒有逃避 即使是剛剛說的話都是罪話 那又怎樣 至少有個人肯為自己說這句話 半夜 莫小魚醒回來 發現機賀兄好像手靈一樣 托著膝看著自己 我頂你個廢 嚇了一跳 不由得向後躲著你 嘩嘩嘩嘩嘩嘩 你幹什麼鬼啊 大半夜不睡覺想嚇死人嗎 睡了一陣子 但我睡不著嘛 那就看看你 等飛機落地之後呢 我就不出去了 我轉機直飛北京 莫小魚以為 機賀兄是因為無應責的事 所以沉默了一陣 嗯 呃 這樣啊 也好 不過這件事不解決 不是個辦法 嗯 嘖 我會想個辦法 盡法解決這件事 哎呀呀 你猜錯了 我不是因為怕 無應責的那些人 我是不想令到杜曼雪 知道我和你一齊去巴黎 這樣的話 他一定會激死 嘩嘩 機賀兄笑了 莫小魚嘴嘴嘴嘴 他好想問一下機賀兄 那我們現在是算什麼 杜曼雪又是誰 一邊和機賀兄在這裡搞搞疹 回去之後 又要投回到杜曼雪的懷抱 這件事說白了 就是自己太濫情了 還有個古依依 自己都還未和杜曼雪交代 有時候他在想 沒辦法交代就沒辦法交代 乾脆就不交代 就好像是吹氣球一樣 雖然遲早都會爆 但未爆之前 撐住先 差不下去再說 我發現頭等倉也沒有人 機賀兄小聲對莫小魚說 眼神裡面透著絲絲的鼻耳 莫小魚怎會不知道他的想法 但這裡沒有人 但又不代表沒有隱藏的攝像頭 萬一這件事被人拍了 那就窩可了 著名節目主持人機賀兄 萬米高空與人九合 我頂 這件事沒辦法交代 咳咳 咳咳 我去洗手間了 機賀兄冰雪聰明 不用莫小魚一個眼色就知道 這傢伙在想什麼 於是在莫小魚去了一分鐘之後 機賀兄也起床跟了過去 於是這兩傢伙就在洗手間裡 足足洗了一個多小時的手 期間還受到空姐的騷擾 空姐還以為出了什麼事 好怕客人在洗手間裡出了事 所以就問一下 誰知道兩個人剛剛好在關鍵點上面 就在機賀兄要登頂的時候 空姐就敲門 兩個人言情極點馬上降下來 開始的時候 機賀兄也沒怎樣 一直忍著不出聲 直到再一次被人打擾 機賀兄一句就把空姐罵回去 再開門呢 我投訴你 誰啊 一個老老實實的黑子 莫小魚正是告訴杜馬雪 自己回來的時間 但是想不到杜馬雪居然來接機 感到是令到莫小魚很意外 但一直到了上車之後才知道 事情沒那麼簡單 嘻嘻 道謝啊 今天沒事啊 還來接我 莫小魚一見就笑奇奇地問 杜馬雪倒是沒說什麼 我今天休息啊 所以就來了 怕你買的東西多到拿不到 就來接你咯 嗯 那也沒買多少東西啊 哈哈 唉 被你買的東西都在箱裡 對了 地道說得怎麼樣 莫小魚這十幾天都沒有跟金剛頭聯繫 不知道這位大哥搞得怎麼樣 唉 你怎麼會找那個人的 太不靠得住了 一提到金剛頭 杜馬雪就皺眉頭 啊 怎麼了 你們吵架啊 不應該啊 莫小魚覺得金剛頭不是這樣的人 唉 那天晚上我在這裡睡著 突然間聽到房間噹噹聲響 我那間屋是獨凍的嘛 怎麼可能會有動靜呢 所以就起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事咯 一聽聲是從地下失傳過來的 下去一看 他人都進來了 見到我嚇了一跳 怎樣啊 你說我這間屋都是你的 杜馬雪很不高興地問莫小魚 嘿嘿 啊 謝謝啊 我魚哥說不是我的 他怎麼會幫我畫地道啊 敢說是不是畫通了 你說你畫就畫吧 夜媽媽你畫什麼啊 打不足我休息啊 你猜他怎麼說啊 他說畫地道 日後晚刻都是一樣的 他習慣了夜晚了 莫小魚聽到杜馬雪的話 笑到假假聲 這個金剛頭 還是改不到晚刻畫墳的習慣 連搞個地道都要晚刻畫 日後畫沒有精神 蛤 你還在這裡笑啊 這些事在本地找個做工程的人就可以了 一定要找個河南人啊 杜馬雪的戲都還沒燒啊 嘿嘿嘿 好啦好啦 那我今晚就可以轉地道了 蛤 來啊來啊 還轉地道啊 杜馬雪挖了眼莫小魚 那個眼神 嘶 好歐人啊 莫小魚馬上手了 咦 在開車啊 不要亂來啊 杜馬雪伸手 拍開了莫小魚的咸豬手 嗲了聲 但是莫小魚在她面前 就好像個小孩一樣 杜馬雪月不讓她做什麼 她就偏要做什麼 但是今天杜馬雪的條件不是很好 因為杜馬雪穿的是苦 而不是短裙 嘿嘿嘿 為什麼這樣不配合啊 知道我來了 還穿褲泥 為什麼不穿裙呢 很不方便啊 莫小魚壞笑著說 唉 我還不是考慮到你的身體頂不住嗎 對了 一個基尼卿 救你受了吧 再加上個蘇菲 嗯 是啊 還有那個鬼妹 黑諾伊 怎樣啊 是三個人啊 還是四個人啊 杜馬雪不陰不揚地問 本來莫小魚的手已經開始深入腹地了 但被杜馬雪這樣一說 莫小魚的手馬上又縮回去 這句話嚇了莫小魚一跳 我頂 她怎麼會什麼都知道的 基尼卿去了也知道 但自己和蘇菲和黑諾伊 確實是冤枉的 呃 那個 道謝啊 大哥的事現在怎樣了 你不要和我轉移話題啊 說一下 到底怎樣啊 杜馬雪一路開車一路問 雖然沒有看到莫小魚 但是莫小魚這個時候的臉色真是很尷尬 呃 我…我還可以說什麼啊 道謝 你是大人有大量的 這件事你不會生氣吧 莫小魚試探著問 蛤 你就打算這樣玩下去了 杜馬雪拿起臉地問 呃 道謝啊 那個 我真的沒有想這些事的 哦 道謝 呃 我錯了 你說吧 你要我怎樣 是嗎 莫小魚和杜馬雪接觸了這麼久 算是基本摸到她的脾氣了 你強她更強 你弱她更弱 你弱她更弱 是屬於那種 你敬她一尺 她就敬你一丈的人 哦 你真的聽我的 啊 杜馬雪 她的脾氣了 她的脾氣了 想不到杜馬雪問的話題 尺度那麼大 呃…這個…怎麼說呢 莫小魚拗了拗頭 不知道怎麼回答 她一時之間都把握不住 杜馬雪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了 難道是允許自己有幾個其他的情人 萬一真的這個意思 自己說少了 那不是好吃虧 但如果說多了 又搞到杜馬雪不高興 自己那個地道就白滑了 哈…男人果然沒好東西 一說到女人 你看看你那個會鎖養 杜馬雪不褻地說 呃…那個…道姐 你不可以這麼說的 只要你開心 我們結婚了 我可以做到的 莫小魚認真地說 杜馬雪聽到莫小魚這麼說 連轉向燈都沒有打 一下子就停在高速公路的應急車道那裡 呆了地看著莫小魚 然後一句話都沒有說 接著又撻著車 幾秒鐘就飄到白衣了 莫小魚嚇到死猛握著扶手 直到她的情緒慢慢穩定下來 斜速也都降落去 莫小魚的心才回到肚子裡 唉… 任何女人一提到婚姻 就這麼瘋狂的嗎? 唉…算了 我不想你死 我死過三個老公的人了 我不想再害死第四個人 再說吧 我都看透了 有婚姻不一定有愛情 有愛情不一定有婚姻 愛情和婚姻都不一定是天長地久的 人的感情太難把握了 既然把握不住 那就鬆手了 杜曼雪虎笑著說 道謝啊 你的生活態度不對啊 為什麼生活還不是我們自己說了算呢? 杜曼雪微笑著說 哼…你錯了 你打算怎樣生活 還不一定是你說了算 既有興 如果自己說了就算 就不會離開唐州了 任何人都是這樣的 比不得已的事太多了 杜曼雪有點感嘆 杜曼雪把車子直接開進了車庫 還沒下車 莫死魚就把杜曼雪一旦就抱住 按在車位那裡 出力地射進去 杜曼雪半天才喘回順調氣 不行了 不可以在這裡的 會窒息的 杜曼雪掙扎著逃脫了莫死魚的糾纏 杜曼雪一路走 莫死魚就一路追 直到到了二樓的睡房 杜曼雪逃無可逃才被莫死魚收服 這一次杜曼雪格外瘋狂 而正好是這一次 莫死魚再一次見到那隻白虎 和上次不同的是 這一次白虎一次次向莫死魚快力進攻 莫死魚被迫利用明正教給自己的拳法還擊 和躲避 但是漸漸 莫死魚發現白虎的一些套路 每次雖然不同 但並不是毫無規律可以找的 殺死魚 殺死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